电视遥控器也会爆炸 我估计听说的人就不多了 这倒霉事前两天让广州市民小秋给碰上了 事情发生在晚上的十点左右 小秋正在家中看电视 手中的电视遥控器突然发生了爆炸 那个遥控器一炸 就像那个很大那个炮筑炸一样 炸得很响 炸得我的手都麻了 爆炸发生后 遥控器身被炸的是四分五裂 里面一节七号的电池更是炸开了花 小秋说当时电池里的油像子弹一样 射出去足足有两米多远 好好的一个遥控器为何会突然爆炸呢 小秋怀疑可能是遥控器里的电池有问题 按照电池标注的品牌名 小秋将电话直接打去了厂家讨要说法 厂家也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过来检测 从外观上来看 这个假电池和真电池确实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我所说拿的是一真一假两个电池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真电池的有效器喷涂码非常的清晰 而假电池比较模糊 在电池的负极卷口处 真电池是圆滑过渡的 而假电池呈现直角形 此外来真电池的磁身有防爆圈和排气孔 并且喷涂有生产日期 而假电池则没有 记者网上搜索发现遥控器爆炸的新闻并非个案 在很多地方都曾发生过 有业内人士指出引发遥控器爆炸的原因很多 比如使用假冒尾的电池或者是表皮有破损的电池 将碳性和碱性电池混用 新酒电池混用等等 今天是世界慢祖废日 慢祖废这个词不少人都感到非常的陌生 不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 全球每年平均有300万人死于慢祖废